這騎士好端端騎在慢車道 想不到一輛計程車 突然從快車道超車往外切後 來不及反應直接撞了上去 騎士被撞後 整個人先在空中翻了一圈彈飛 倒地後還滑行好幾公尺 接著機車擦轉路旁貨車 在馬路上畫出一道紅色烈焰 火勢燃燒猛烈 該機車騎士遭撞倒之後 滑行引發燒車 所幸沒有燒到該名騎士 意外發生在桃園東萬 萬壽路 二十三號週五 疑似是兩輛小黃 在馬路上競速狂飆 其中一臺超車外切撞上女騎士 導致她當場彈飛 機車還冒煙起火 十九歲的張姓女騎士 就倒在火焰旁 差一點就要被大火波及 所幸送醫之後 只有頭部和雙腿撕裂傷 並沒有生命危險 東萬壽路曾被封為死亡之路之首 去年車禍以外 有兩千五百七十一件 今年到目前已經有九件死亡車禍 還是有高達兩千兩百七十一件 手上事故 當然會啦 因為常常有時候也會出車禍 會車速會比較慢一點 速度是感覺是有比較近一條 這條路頭經常有那個失望的車 所以感覺 很積極 口測太習慣了 死亡路段小黃駕駛 不但沒有小心慢行 還放膽競速 讓無辜女騎士差一點就成了 車下亡魂 記者林中正文明學桃園報道 節目中正文明學桃園報道